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的总统令禁止微信在美国的使用 包括我在内看到很多在美国的用户都在朋友圈诀别 留下电话 邮箱 还下载了很多其他通学APP 其中还有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微信海外版WeChat更名为WeComAPP 以应对特朗普的禁令 一些非常幽默的用户表示 以后要多咬一些鸽子 效仿咱们古代的飞鸽传书 最近可以说真的是各种传言满天飞 那么好 我们言归正传 就在今天2020年9月20日 特朗普要求微信被禁止的同一天 一名联邦法官在是阻止特朗普 禁止在美国下载微信的行政命令 在发布初步禁令时 法官劳雷尔比尔勒写道 原告是来自受到特朗普禁令影响的美国微信用户 表示行政命令威胁到了用户的第一修正法案权利 他们提出了严重问题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给予国民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原告的证据表明 微信是社区中许多人有效的唯一交流方式 还因为英语水平有限的中国人 除了微信要和国内外取得联系 别无选择 法官表示 由于对于微信的禁令 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 应该引用威胁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除了全面禁止 还有其他选择 比如像澳大利亚那样 禁止微信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或者采取措施来解决数据安全的问题 法官的命令不仅阻止了特朗普政府试图禁止下载微信 还阻止了政府限制互联网基础设施公司承载 或托管微信的互联网流量的努力 截止目前美国商务部没有立刻回应记者的任何制评要求 除了微信禁令暂时阻止 特朗普周六表示 他已经批准了一项涉及TikTok 甲骨文和沃尔玛的交易 虽然特朗普一直在推特上表示 他反对甲骨文和TikTok的交易 在下期节目中 我将会为大家详细解读 好的 我们明天见